近日有博主发文爆料 肖战和白败和主演新剧 教养伴我的拍摄工作被迫停止 目前处于停工的状态 教养伴我剧组整体出现了危机 为了确保全体工作人员的安全 只能暂时停工 值得一提的是 这种事情确实发生过 但是内幕却是显为人知 这都是很早之前的事情了 如今都放开了 都有非常好的应对措施 目前并不会停工 据博主爆料 肖战新剧教养伴我 已经处于停工的状态 给出的理由是确诊人数多 拍戏不安全等 殊不知真实的内幕是发生过这种事情 也不只是教养伴我剧组 很多公司都被迫停止营业 但这都是很早之前发生的事情了 如今已经大面积复工了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如梦之梦剧组 新剧教养伴我的拍摄工作 一直都在进行中 等肖战演完话剧还要进组 从本身们的反应来看 大家也都在评论区里强调是旧闻 全国范围内 剧组停工的现象屡见不现 之前有一段时间确实非常严重 还是那句话都过去了 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的工作一直都在进行中 如梦之梦北京站的演出 肖战不可缺少 紧接着就要进江阳伴我剧组 年前年后的工作非常忙碌 说到肖战如梦之梦 前几天还因为一起乌龙事件被顶上热搜 前段时间肖战在如梦剧组 请客喝奶茶一时 成为了热议的话题 本身是一件好事 但是作为故事红人的陈琳 却发文点评肖战不早花钱 就提升了口碑 万一上热搜还可以免费宣传自己一步 殊不知 请客对于肖战来说就是长事 退一步来讲 肖战需要上热搜来宣传自己吗 已经尽可能非常低调了吧 不过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粉丝们并没有兑现 只是强调 在寒冷的冬天 肖战送温暖罢了 希望网友们不要曲解和错误解读 肖战在出道之前就喜欢请客 是肖战骨子里的热情好客而已 相心比性 自己生活中不也会请客吃饭吗 就是人之常情 朋友之间表达友谊的方式 如果都要掺赞上功力 真心说不过去 说起来 肖战最近的消息还真的挺少的 和人民大当的新剧 玉古瑶 也只是没有官宣上线 玉古瑶作为一部广受期待的作品 何时开播一直是讨论的焦点 自从暑假的期待落空后 又分别传出过11月12月 及寒假开播的传言 大部分是议测 但随着腾讯发布第一季度 偏单并没有玉古瑶的声音 这些无谓的议测 可以暂时演技戏鼓啦 与此同时 根据腾讯招片的海报显示 玉古瑶的排播是在上半年 那么第一季度没有排的话 很可能是在第二季度上演 虽说暑假和寒假是好的当机 但纵观腾讯的排播 反而这种传统的好当期 不一定给到高期待值的剧 每年6月和12月 是腾讯的绩效月 这两个月开播大剧的可能性 也比较大 孟华路就是在6月初开播的 当然啦 无数次的经验告诉我们 所有的剧集排播 都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哪怕官方的信息 也只能做个参考 个人能做的就是方便心态 没有太大期待 就不会有失落 什么时候播 就什么时候开开心心的看 肖战过往的剧 证明了当期并不是很大的问题 向余生前多指教 在最冷的三月档开播 而且同期还直面其他几部 很大竞争力的剧集 照样取得如此娇人的成绩 此前提到过 于古瑶已经启动了内部看片 有阅内人士在看片后透露 剧情虐胜虐死 这也在意料之中 毕竟最大的业内 肖战本人 在早前接受采访时就提到过 对于于古瑶 他自己最期待的部分 就是情感冲突 务必势必会有男女主的相互情感试探 以及相互虐的情节 用他的话说 就是情感的迹象拉扯 在目前释出的预告片 以及《沙青特集》中 其实已经充斥了很多虐的元素了 从第一版片花 最后石影说的 一颖一桌可谓不亏不欠了 到情深入骨预告片中 最后一场颤抖的发问 我死了 你会难过吗 石影平死前 红着眼睛 含着隐约的泪光 看着近在咫尺的爱人 眼神在爱人的眉眼间 流连探寻 既有不舍 又仿佛试图寻找 自己被爱的证据 这种隐忍的表现 比之热泪涕零 更能让观众痛彻心扉 下场的表情和肢体语言 依然是令人赞叹 尤其是对于石影 这样的外冷内热的性格设定 一些细微的眼神 语气和举动 都能传递出 深深隐藏在内心的爱与痛 一般来说 古语剧都会有很多虐的剧情 好在《玉古瑶》除了虐 小展提到的男女主相互情感的试探 再加上《丑鸣鸟》的一心试主 相信会有甜甜的 喜感的情节出现 在被问到 是喜剧小甜剧的爱好者 还是虐剧的爱好者时 小展回答说 希望综合一下 一般喜剧的根基 不是就是悲剧吗 无论它怎么样的结局 我觉得我都能接受 因为这是一个创作的过程跟结果 我觉得编剧跟导演 还有项目团队 之所以会选择这样的结局 都是有理由的 时至今日 《玉古瑶》约人数 已经突破了427.4万大关 比很多收官剧的观看量 还要多 肖战作战的剧集 就是和他本人一样的顶啊 而且从《玉古瑶》的预告片 《河海报》等就能看出 这部剧投资到位 腐化到精致 整个剧组前行作剧 全员颜值赏心悦目 说回肖战 严格意义来说 《玉古瑶》是肖战主演的 第一部国务剧 以开播的作品 陈情令属于武侠剧 王牌部队是军旅剧 《余生请多指教》是线偶剧 《斗罗大陆》是玄幻剧 古偶剧是艺人的爆红 和吸粉的戾气 比如大家熟悉的杨幂 就是因古偶剧公爆红 又赢333是势力桃花的白浅 掩压群芳 成为年度黑马 时至今日 多少古装剧 还在模仿白浅的造型呢 这些年 不少艺人摄受CP粉的迫害 肖战也不例外 《玉古瑶》这部新剧的宣传策略 极大可能是拒绝CP 这点从当初的发布会 就可以看出来 两位主演 虽同框但很有距离感 不想给CP粉任何想象的空间 不光是《玉古瑶》 陈清凌之后播出的作品 肖战及粉丝多次声明 拒绝真人CP 肖战绝不和任何人吵CP 然而CP粉的无脑堂包 依旧是磕得火热 谁能叫得醒装睡的人呢 还是算了吧 有网友放出风声 《玉古瑶》就算上线 宣传方面 肖战及其团队会签订新的协议 例如CP绝对不作为主打方向 男方也不会配合炒CP 以剧本身为主 两位主演同框不撒糖 要想而说 这就对了 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免得再有什么妖蛾子出来 没有了CP粉的胡闹 没有了个别剧方的骚操作 网友只需要好好享受 肖战带来的视觉盛宴 就行了 爱恨情仇就留在剧中吧 现实里的安分也没有多难吧 且心且珍惜啊 广州特远集团